師父 師父 師父, 我們剛回到寶芝林 就聽到你出事了 究竟為什麼 一言難盡 你不是在廣州 為什麼會回來 仇千將回來了 仇千將 他說要找你報仇 而且他現在的武功 變得很可怕 連師公也不是他的對手 最後還用了師公打傷了 想你嚴不嚴重 他們走不動 所以叫我們回來香港通知你 幸好我們回來 不然不知道你們被抓了 連電報也收不到 你就這樣留師公、師婆在廣州 師公說會找個安全的地方 避開仇千將 等養好傷之後 才來香港找我們 那仇千將 他被師婆騙了廣西 他以為你在那裡 師公說他瘋瘋癲癲的 武功變得很可怕 師公只是跟他對了一招 就受了重傷 一招 一招就可以傷到爹的人 我不信仰 師父 真的 師公他不會說謊 其實你留在這裡會安全一點的 就算仇千將來了 也傷害不了你 他想找的人是我 他再找不到我就繼續傷害無辜 我一定要出去 我已經緊緊封住你的玉堂了 不用再浪費氣力了 如果你敢叫我救命的話 我殺了你之後 再殺你兒子 千萬不要 我不會叫 你叫我做甚麼我也會做 千萬不要傷害我的兒子 這個黃飛鴻 上次醫壞人已經沒有良心了 這次經由販賣莊物 真是無恥 那就是了 真是想不到 大名鼎鼎的黃飛鴻 原來是武林賣類 你幹甚麼 幹甚麼 兩位對不起 由於周家剛剛辦完喪事 周老先生暫時休息 不會回來上班 請你幫我們聯絡他行不行 我們有急事找周老闆 我不敢騷擾他 這樣吧 如果周老先生上班 我最通知你們好不好 但是我們真的有急事 還是算了吧 周老先生的兒子剛剛才過了生 以他現在的心情 就算我們見到他 也未必可以幫到我們 我們還是先走了 那你師父怎麼辦 回去再說 甚麼事 小少爺 他們有急事找周老先生 你說會有甚麼急事吧 我想起了 我在新聞紙裡見過你師父的照片 你是不是想來求我爹 救那個武林敗類的 誰是武林敗類的 你就是私民敗類的 算了吧 你說甚麼 不會跟這些小人一般見識 我們走 站住 麻煩你們聽著 既然我已經過計了給周家 我就是周家的大少爺 這間州市洋行始終是我的 但我真的不希望在這裡 再見到你們出現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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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你當然想陪你師父一起坐牢 是嗎 阿寬 周老先生 周老先生 爹 你身體不要走出來幹甚麼 與其經常留在家裡胡思亂想 不如出去四處走走走 阿寬 你找我有事嗎 我 周老先生 麻煩你救救黃師父 這幾天心情不好 沒有看新聞紙 想不到會發生這樣的事 周老先生 師父是被人冤枉的 所以請你幫忙救師父 是不是冤枉呢 法官會審的 如果不是身有事的 就沒有人幫 那個羅警司 根本就是有心陷害的 我怕連法官都被他騙了 你今天以小人之心 讀君子之福 香港是法治的地方 我不相信會有冤枉人的事發生 周公子, 你真是慘了 當天你那個好伙計 是人聶座寶芝林醫環人的消息 那不是冤枉 又是甚麼 不, 別做, 是我做, 是我做 好了, 別再說了 我知道怎麼做 雖然我和黃師父認識時間很短 但我信得過黃師父為人 他絕對不會做這種煩壞的事 周老先生, 你是不是肯幫他 我雖然和威廉士先生的關係很好 要求他放過犯人應該不是問題 但我不可以開這個煩禮 我不可以用這種不正當的手段 要他撤銷紅罪 周老先生, 你的意思是 阿寬, 你放心 我會向威廉士先生知會這件事 他一定會秉公辦理 如果黃師父真是無辜 自然會無罪釋放 那就好了, 那就夠了 有周老先生答應 那我就放心了 是啊, 周老先生身體真是好 完全不像伯妹認得這麼壞 我也是這麼想 算了, 不管這麼多了 這些都是上一代的事 現在最重要的是 盡快解決仇千像的問題 希望他到了廣州 水肚不復, 一病不起, 醫不回來就好了 阿寬 周老先生, 你剛回來這麼快就要走 我不想留在家裡 想四位走走 你去哪裡?我送你們 不用了, 我要儘快把這個好消息 告訴師父, 走路就行了 那你陪我上車去聊天吧 好, 那就麻煩了 好, 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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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來, 跟我來吧 慢慢來 好 好, 好 聊天 有甚麼好聊的 我已經是他的兒子了 可是他從來沒有叫我陪他聊天 看來老爺還不完全相信你 隨便他吧 反正遺產唯一的繼承人是我 阿寬 阿寬 你娘她好嗎 我娘? 周老先生, 為甚麼你提起我娘呢 阿寬 其實我甚麼都知道 你知道嗎?知道甚麼 阿, 對不起 那天你和黃師父來洋行找我 後來你們在洋行外的說話 都被蔣律師他聽見了 而且我也找了斯加偵探跟蹤你去廣州 說找到月燕和小田的佛 周六先生 我...我也不知道該怎麼說 還是請你自愛順便 原來月燕有個馬生姊妹 我現在才知道 其實說起來我孫是你兒長 沒有了一個兒子 但是找到一個愛心 那也算是一個安慰 愛心? 以後大家都是自己人 多點聯絡 找人陪我去一次廣州 拜祭月燕和小田 順便探探你的娘吧 好 周六先生 既然你也知道了 我已不妨直接跟你說 其實我娘她 不想我和你有太多接觸的 是啊 她一定是覺得月燕在我們周家 但是受到不公平的對待 所以怪我 其實我娘她... 甚麼事 對不起, 老爺 有人攔著這條路 你們等一會, 我去看看 你怎麼拉車的 你有沒有大眼出門的 你撞不到我 周六先生 你在這裡等我一會 我下車看看 不用了, 等司機去解決 你開車, 你來 你不準備了 還不準備了嗎 你那兒不準備了 你那兒不準備了 我還想 你再撞到我, 你看你不會走的 你不跟他 你現在撞到我 你現在撞到我 你先撞到我, 你先撞到我 你再撞到我, 大車 你先撞到我, 大車 你先撞到我, 大車 你還給我, 給我, 付錢 大車就可以了 在這裡 你幹甚麼?甚麼事? 我 黃飛鴻是不是在這兒? 你是探望黃飛鴻的 這塊木頭捨不得去? 你跟我進去 你放心, 只要黃飛鴻一死, 我就會放你走了 如果你亂叫, 你應該知道後果 我明白, 我知道了 這是甚麼? 神經病 他竟然說, 就算犯法也要進來 跟你在獄中比武 大哥, 真是固執得驚人 固執是固執了點 不過在這個年代 還可以堅持自己信念的人這麼多 你對他的評價也挺高 他是一個光明磊落的人 不會成人之危 為甚麼不欣賞他? 真的沒辦法嗎? 難道, 你真的要被判入獄? 情況的確不是這麼樂觀 再加上仇千像的事 我都會很亂 最難受的就是坐在這兒甚麼都做不到 不過你放心 我是相信天章降大任於私人 必先勞其筋骨, 餓其體褲 苦其心智, 空佛其身的道理 我沒事 我擔心你 是否所有日本女生都這麼關心朋友 不是, 當然不是 除了我爹娘和哥哥之外 我從來都沒試過這麼擔心一個人 這幾晚 我只顧著你, 為甚麼都睡不著 你面子很差 你又可能是血虛氣, 弱氣猴不順 以致心不安寧, 心貴失眠 我幫你保證我 我寫一張藥單給你 然後你照著喝 多點運動, 出多點汗 應該沒事, 可以睡到覺了 我可不可以等你 如果你真的要坐牢 我會等你出來 飛鴻何德, 可不可以等你如此後愛 或許這就是中國人說的緣分 從第一次見到你 我想我們一輩子都離不開你 我們相識日子尚短 怕你錯愛 你覺得 我是一生情願 或者你根本就不喜歡我 不過我相信總有一天你會明白 我是認真的 雖然我現在不能答應你 雖然我現在不能答應你 但是如果一天我能夠出去 我會給你一個很好的答案 甚麼事 他們是來探望飛鴻的 甚麼 黃飛鴻是賊 他的朋友都跟賊一樣 今天探監的時間到了 叫人把黃飛鴻帶回去拘留室 不准任何人見他 是 不好意思 乘車反而慢過走路 令你們遲到 不要緊, 那我們先走了 阿歡 你真的會疏遠我嗎 周路先生, 反正你這麼有空 一起陪我們去探望師父好嗎 好…我和你一起去 來 來 慢慢 快點 開始找木頭車, 他回來了 周路先生, 你們先走 阿歡 怎麼了 怎麼了 你幹甚麼?不回覆 這間警局由我管 我現在不讓你見黃飛鴻 你奈我甚麼河 行, 我一定要見到黃飛鴻 籌千丈 阿寬, 快點走… 阿娘… 阿娘… 黃飛鴻 抓住他… 黃師傅 阿妹… 你送我娘去醫院 月燕 你幹甚麼? 黃飛鴻在哪裡? 你…後面的驅留身 幹甚麼… 發生甚麼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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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千丈 黃飛鴻 師父… 黃飛鴻, 我殺了你 你為我妻兒報仇 岑兄, 我沒有害你妻兒 我真的沒有 岑兄, 我沒有害你妻兒 我真的沒有 岑先生 別動 黃飛鴻 黃飛鴻, 我一定會殺你 一定會殺你 岑兄, 你沒事吧 他… 岑兄, 岑兄, 我很感謝你救了八母 希望你不要介意 你可不可以先出去 因為八母, 不想見到你 我是想… 岑兄, 我阿娘每次看你的時候都很激動 我想, 這樣對她的身體可能不太好 我老實說, 她絕對是月燕 即使是媽生姐妹, 樣子不可能太晚 周六先生, 我明白你的心情 可是我娘真的不是你老婆 不是, 如果你不相信 你可以看看你娘的幼婢是否有胎脊 就算是媽生姊妹 也不可能有同樣的胎脊 也說真的 娘… 阿芳 是 你沒事吧 我沒事, 大家都沒事, 你放心 師父出來了沒有 月燕 你… 我不是… 娘…你不要再隱瞞 我們已經知道了 你知道甚麼 我… 是黃師父告訴你的 師父 月燕, 你為甚麼要避開我 為甚麼不肯跟我見面 你們周家沒有一個好人 你們害了我的一生 為甚麼又想來害我的兒子 甚麼呢 我…害…害你的兒子 我承認 當日是我對不起你 我沒有堅持留下你們母子 可是這二十幾年來…我一直不停地四圍找你們 找我…你有這麼好心 那…夫人要我們撞身火海的時候 你在哪裡 你真的一點都不知道嗎 我… 我不知道 這件事我一點都不知道 這件事我一點都不知道 好啊 你儘管繼續炸底 阿寬, 我們走 我們回去廣州 阿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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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聽我說一句 我和周老先生認識了這麼久 我相信他真的不是這個人 你認識甚麼 他們做人最厲害的就是騙人 阿寬, 你不要這麼天真 月燕 我知道 這麼多年來 我們之間有不少誤會 但是…你要怎樣才肯相信我 怎樣才肯回來我身邊 就算你死在我面前 我也不會再相信你 我知道 我明白的 你不會再相信我 甚麼都沒有 再見 娘 阿母, 如果周老先生說的都是真話 阿寶, 而死因此而死 你的心會安樂嗎 阿弟, 你的心會安樂嗎 周老先生 周老先生 怎麼樣? 甚麼事? 周老先生, 你為甚麼要做傻事 你不用急, 他不是做傻事 他只是突然間休克 握個手 來, 小心點 周老先生, 你沒事吧 我沒事 阿寬 阿寬 你一定要留在你娘身邊 好好照顧她 我可以看到你們母子 尚在人世 就已經自重了 對了, 你告訴我 娘說的話, 你到底有沒有做過 你只要答我一句 有, 還是沒有 我沒有 好, 我相信你 快點, 睡覺 娘 閉嘴眼睛 周老先生 周老先生 發生了甚麼事 娘, 我…我不知道 你們還躲在這裡幹甚麼 還不快救人 你們不是醫生來嗎 我們… 伯母, 你為甚麼關心周老先生 你這麼關心他 豈不可以他死 為甚麼你會這麼傻 或者…我真的怪錯了你了 娘 那你現在即是… 肯原諒周老先生 還說這些幹甚麼 快點救人 救人 是 月兒 你沒事 阿寬 我不想騙你娘 我看到她擔心 我心裡不舒服 我明白了 我也是以前沒試過騙娘的 這次是第一次的 你們這就是… 月兒 無論你原諒我 見到你還關心我 我已經很自足了 我… 保重了 阿炳 我… 你叫我 你還是去找醫生看看吧 月燕 你…你肯原諒我嗎 你… 你… 竟然是因為籌千像 伯母和周老先生相認 世事真是奇妙 就是了 誰會想到結果會這樣 那你以後就是周家大少 不要變得才大氣粗不識人 師父 你以為我是阿佳嗎 抬一車金來送給你 想也沒想 那你和伯母當然會留在香港 不回廣州 對了, 師父 我可不可以繼續留在你身邊 學功夫嗎 當然可以了 如果我還能出去的話 師父, 你放心 阿爹已經要求威廉士先生 丙公辦理你這個案子了 謝謝 對了, 師父 師父, 為甚麼 仇千像回來之後 你好像反而輕鬆了那麼多 他威脅伯母來香港 很明顯是不知道我們阿良去哪兒 我起碼知道他們的安全 師父, 那你有沒有信心打贏他 他武功突然大進 我一點信心就沒有 那到底是甚麼武功 可以短短在幾個月之內變得這麼厲害 鐵頭功 鐵頭功 現在幾個練氣眼功的門派 都好像有自己動門的鐵頭功 但是, 這種功夫不能蓄成 甚麼功夫都不能蓄成 只有一種原因 甚麼理由 仇恨 師父 我可不可以想辦法化解一下 他對你的仇恨為甚麼會這麼深 如果可以想辦法化解一下就好了 我看不可能 他都已經精神失常了 不會聽任何人的解釋 跟一個精神不健全的人說道理 就越說, 矛盾越深 好, 平常心看待 所以你出獄要小心一點 我怕他埋伏襲你 我知道了 是 還有師父 可不可以再問你一個問題 甚麼事 師父, 你是不是早就知道周老先生是我的 是 我看得出那個月燕和小田的份是假的 對不起, 騙了你 不要緊 我只是愛娘逼你的 不過…師父, 你說廣州寶芝林傳給我的事 是真的還是假的 你認為我會拿寶芝林給你開玩笑 這樣就是說… 好好練好無影腳 無影腳靠你傳下去 好, 知道 謝謝師父 再見, 威廉士先生 好嗎 怎麼樣 這次一定要放黃飛鴻 你說 不行嗎 那就是前功盡廢 這樣也沒辦法 最高級的上司押下來要我徹查這件事 那跟要我馬上徹消控罪有甚麼分別 再搞下去, 我怕連我這個位置都不保 我想山本先生對你很失望 只要黃飛鴻一天留在香港 還有很多機會對付她 君子報仇, 十年未晚 算了, 就這樣了 來…我們喝杯…請… 請… 宗串先生 行了, 那個闖入警局的是甚麼人 聽說是黃飛鴻的仇人 真麻煩 雷我寫了一尺後的報告向上才解釋 唉… 她…一個人闖入警局 竟然就這樣被她逃脫 太沒用了 你說就容易了 告訴你, 她的武功都不知道多高 連驅留室那些鐵枝都被她撞到 來…你看看, 你看, 捲到這樣 你鐵枝生手了吧 不信 你可以去試一下 我們抓過很多窮兇傑惡的犯人 沒試過弄亂些鐵枝的 真是這麼厲害 黃飛鴻有這麼厲害的仇家在外面 把她放出去, 未像是一件好事 真是不明白 難道要我們來仇千像正面交鋒嗎 那…那就是了 師兄, 我看不如找一個警察 隨便打她一身 接著這批警罪追入獄 應該是最安全的 師…師父, 你說怎麼樣 明天出去之後, 我引開仇千像 你們馬上回寶芝林站備 師父, 仇千像他一定會來的 一定會 你還說我會給我一個答案 你千萬不要有事 你馬上回去 你不可以有事 你怎麼不可以 你不可以去 你不夠, 師父, 你不可以去 黃飛鴻, 不放鬆了, 再見 師父 秀一兄, 你不會來助拳吧 不是 來觀戰 是, 我是來看看 今天你是不是會被人打死 黃飛鴻, 如果你輸了 那仇千仗就是我的挑戰對手 你真是一個武士 師父, 別跟他說那麼多 我們快走吧 我要幫師父, 你們先走 要打就跟我打, 跟我來吧 黃飛鴻 你別跑 黃飛鴻 快走 黃飛鴻 快走 一半 尝尝尝尝尝 好 好 啊 啊 黃飛鴻 我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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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功夫 這一招應該是全中一時的無影腳 我看如果你一開始就使出這一招 仇遷將根本不是你的對手 飛到危急勝利關頭 我是不會用無影腳的 明明一開始就可以贏 偏偏弄得自己身受重傷 我真的不是你們中國人在想甚麼 仇遷將不是大奸大惡的人 他很可憐 打到這個地步我也不想 但是如果跟我交手的話 仍然還有保留 我怕你連出無影腳的機會也沒有 再說 黃飛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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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別鬧 走 堂 別 GoPro 你这个是你 我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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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 我 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黄师父 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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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醒醒 哥 哥, 你醒醒 你不要吓我, 哥 哥 哥, 你醒醒 飛鴻 黃師父 黃師父 你在哪裡 黃師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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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醒醒 你醒醒 我怎麼會在這裡 是, 我扶你回來的 醫生說你斷了兩條肋骨 不過已經隔離了 你千萬不要亂動 難怪, 我全身好像被針刺一樣 為甚麼, 剩下你一個在那裡, 飛鴻呢? 說起來, 我這次真的要謝謝他 為甚麼? 仇千像突然暗算我們 黃飛鴻及時推開我 自己擋了他的鐵頭弓 那飛鴻有沒有受傷? 我也不知道 當時仇千像突然向我們襲擊 我還沒看清楚他的傷勢是怎樣 就已經暈了 我去到山坡 看不到飛鴻和仇千像 只看到你一個暈在那裡 可能他的徒弟做了你一步 把他接回寶芝林 希望是 等一會兒, 你親自去寶芝林一次 看看黃師傅在那裡 我會的了 你安心自省, 再睡一會兒 你好 我會說... 我會說... 乾杯 我… 你不就快要不停